公基金局日前宣布派息后 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外透露更多细节 以及未来的发展愿景 由于今年是大选年 不少民众担心 可能会影响今年的派息率 不过该局首席执行员 拿督沙里尔对此保持乐观 因为国内外投资者 早已经考虑到大选因素 所以市场不会因为大选 而存在不确定性 他相信公基金局 今年会持续有好的表现 有望继续派发高利息 目前该局投资在30个市场 主要是已发展国家 北亚和东盟市场 而今年当局计划 进入一到两个新市场 扩大海外投资 我们需要有不平均的股票 这将会让我们的发展 最多的发展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要在28% 我们其实是稍微在哪里 我们应该要在哪里 我们应该要在32% 以至于全球资金 像我说 我们继续谈讨论 另外该局预测 2018年的股市将会非常颠簸 然而这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市场稍微的波动 能够让该局进行更多交易 和获取流动资金 MTV7综合报道